其實後市是否仍然看著區間頂 29,300、29,400這些位置 其實就好像你剛提到的 的確昨天的恆之好像很厲害 彈回五百多點上來 但你不要忘記 其實在星期一、二的時間 兩天加起來 跌幅都差不多是五百點的 你可以說昨天那一刻的升勢 好像是收穫頭兩天的失地 但嚴格上你見過港股 雖然可以升得比較多 但也好像你剛提到的 下去之後又在範圍走 我們好像之前做節目的時候 我都說過範圍在哪裏 你看到大約是二萬八千五十、二萬九千五十多位置上落 那你說有沒有機會有比較大的突破呢 原先你可以說A股的走勢好像又轉強了 對於港股也是相對比較有利 但你又見到那些筆稅在這一陣子的時間 反而真的好像是沽 如果你以港股通的情況去看的話 證估出也相對比較多 當然你也可以說證估出也可能是 估一些騰訊這裏的股份 但嚴格上的氣氛又不是真的太理想 所以我自己反而覺得 大市現在這一刻都仍然處於比較像拉局的狀態 你說有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方向呢 暫時都未見到 但是要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你說之後的時間假設 真的A股 你說可能當你回到7月7月1日之前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再有比較好的表現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拉動港股 就是升勢 但是現階段我相信有一個港股 真的要再彈上都好 我想不要在二萬九千五 到二萬九都這位置 可能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可能